我认识很多 救我哥好了 能站起来行走啊 真的挺不容易的 是好小儿麻痹 是 这个功劳啊 功劳就是跟李大夫 李大夫 您说 这名言既缺陷 又有这种感情上的东西 这名言我记忆游戏 我们家人知道 疼别人的 疾个人的 这话您懂吗 疼别人的孩子 疼别人的 给自己孩子记得 就这意思 您说得真好 我今天也受益了 有荣誉给让出去 有荣誉给让出去 大家好 我是北平秋天的美好 今天要讲述的是 白塔四下 何奶奶一家 何赵老师一家 感情非常的深厚 他们不是亲人 胜死亲人 这一段渊源是 是从何而来的呢 刚才我妈说 那个小儿妈病 叫我哥 我也就是哥 从五六分钟再过去 那个是大哥还是二哥 我大哥 大哥 我儿子 大哥 所以应该知道点 软不然的 也知道 历史 我哥 这确实是 小儿妈病 但是呢 她那会儿 因为我们俩太大 她只有大两三岁 走道不方便 蹲着走道 这我就知道 都在记忆当中 其实这段历史 那时候我小 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妈呀 这人呀 特别善良 特别善良 这位老太太 你在这边一打凌啊 方个人左右 接会人家 没有不说何的妈好的 我妈老念这点好 就跟我们经常说 往讲过去 这一段 说到我们这耳朵 都在目了 老说 李大夫怎么样啊 赵老师怎么样 老说 我们都闭着眼 我妈这段 这时候我们都知道 所以呢 转个话来 说李大夫这一块 确实是 我可能都受过意 但是我没记忆了 然后带着什么 小吃的呀 也避免不了 小孩的病 小病小肅的 可能我都吃过 但是我没印象了 我没印象 我妈就说 吃点药就好 也不知道 是什么药 在这点 我想说什么 现在这种大夫 就没有这种大夫 现在 现在都是积极看病 看病还没看呢 先交钱去 那这家人确实 确实是手工操作 平脉 看脸色 看舌苔 看眼底 中医的三大要素 忘闻问欠 忘闻问欠 就是 确实利用的淋漓尽致 我妈也跟我们一说 我们当时确实挺感动 那我们跟赵老师 一直都保持联系 你这问真的 一直是联系 一直是联系 有点问题 你这都特别好 我们是特别真诚 这么一种关系 在你的事 赵老师就跟我们家的事一样 他的事 我的事 这都没有你 互相关心 互相帮忙 所以说 我哥这个 小孩妈咪这块呢 也经常的 老去 让我姐 我妈 我大姐 那我大 带着上三零一医院 去看见 怎么看 也是 无稽一事 小孩妈咪 你看现在我认识很多 咱那边有时候 一堆小孩妈咪 那种流行 全没好 就我哥好了 你看 全没好 这个功劳啊 功劳就是跟李大夫 李大夫 在李先生 对症下药啊 这种方法 去进救按摩 这中医的手法 全部 现在还真的不错 也没要 他们一分钱 要钱什么的 诊费 都甭说了 都属于就跟街坊帮忙似的 这个结婚帮忙 这个结婚 人要有感恩之心 同时要学会 多替他人着想 多心疼别人 也就是 心疼自己 何奶奶的名言 让我也很受益 您有什么感悟 可以在评论区 给我留言 感谢您的点赞 关注 下期再见吧